你看看毛泽东 你看看当年的周恩来 你看看刘少奇 你看看康生 你看看江青 你就看看所有的情报头子 包括季鹏飞 防民口如防船 第二一定要经常搞运动 共产党生意运动 要是活于运动 生意运动活于运动 经常搞运动 你看过去共产党搞什么 2008奥运会 加入世贸 冬奥会 夏奥会 G20 全球什么经济论坛 是吧 然后又搞冬奥会开 然后冬奥会开幕式 然后什么参加印度什么G20 印尼G20 成天都是运动 然后15大 16大 17大 18大 19大 然后是春季的两会 让你所有的党员 疲于奔命 他不仅管弱民 他也弱党 他让你 不一定让你忙 忙到你无所顾忌 忙到你忘爹忘娘 忘到老公老婆 忘掉你有钱都不知道放在那 然后你每天忙在酒桌上 裤裆上 床上 车里边 然后每天领导对我重大指示 是吧 这是当年定下来的 所以当时我跟那个 季鹏飞坐那聊的时候 我说中国老百姓俩就这么傻呢 什么都信呢 他笑着说 他说中国老百姓好糊弄 让他忙 给他画大饼 一个比个大 他说你看现在党都 党的饼都画到哪去了 党是红太阳 党是红太阳 他说太阳都不算 还得是红太阳 可是这个老百姓都信了 这回想想也是啊 最后他也被气死了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吧 是吧 最近 习太阳 完了 改成习死亡的死 皇上的王 习死亡 慌了 没运动了 冬奥会 冬奥闭幕式 残药会 是吧 然后呢 这个 刚刚的 所谓的二十大 然后呢 台湾危机 没了 现在剩下 只有到北朝鲜转一圈 是派几个人 然后呢 俄罗斯转一圈 搞个什么乌克兰 一周年战事 然后在霍斯莫海峡 搞搞事 搞搞军演 他没事了 然后就是 想办法护诺老百姓 是吧 麦肯西访台 啥就是这种没有 就这 共产党一没有运动了 就有人运动他了 在内部有人运动他 所以当年毛泽东一看没有运动 没啥事就问中文来 花了 是吧 刘少奇啊 林彪这人 怎么回事啊 党内最近很安静啊 是吧 我们是不是要开会了 要临时突发 是吧 你看中国的什么 一中全会啊 经济工作会议啊 然后要突发 突发什么 叫做国家什么什么新的政策 然后就开始改革开放 然后跟我讲了已经70年了 对外改革开放 加大改革开放 然后把改革开放变成国策 然后要公私经济 你反正永远是画饼画饼 请战友们一起和七哥 为爆料革命和14亿 咱们的新中联邦的同胞 爆料革命战友的家人 和朋友 全人类80亿人 我们的同类 祈福 谢谢大家